伴随着奇葩大会 江江四十岁的女人 实际上 王沛于自小就有着神童的美誉 被票友叔叔领进门的他 细路之路走得也是任性又顺遂得令无数人眼热 仅因这一句 不会唱京剧不算牛 他放弃了自懂事就开始学的平弹 琵琶 转身学了老蛋 开始练踢腿 走旋子 几个月后 跟着他一同开盟的同学 还在刻苦学习唱念作答 首衍申法部 王沛于确实轻轻松松就已一出 吊金龟 拿下了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 不过 老蛋 并不是王沛于戏曲人生的最终路 在在听了于舒颜的十八张半的唱片后 他不顾父母以及老师的劝导 执意改唱了老生 并选择了 地学南京 导致传承人较少 承脚的更是少之又少的 渔派 而事实证明 天才 这种生物有些时候 真得令人极度到咬牙切齿 不是没有原因的 改唱 老生 的王沛于戏曲人生继续 开挂 专攻不过两年 他就包揽了 新苗杯 宝刚杯 黎原杯 蓝岛杯 四项全国少儿京剧大赛的投名 同时也是以一辙 文昭关 继经四作 让梅宝九以及谭元寿 这两位成名已久的前辈 逢人变赞 他是当代小东皇 这之后 顶着无数光环的王沛于 不仅破格被上海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录取 毕业后更是成为了上海京剧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团长 陈凯歌更是三股茅庐只为请他在电影《梅兰芳》中为张子怡配唱《流龙细凤》唱段 然而功成名就后他依旧任性 于是秉持着 人总是要做各种尝试 的他 辞去了铁饭碗 自己单非成立工作室 不过这一次好运气没有眷顾他 一向顺风顺水的王沛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但他并不后悔甚至十分自得自己当初的选择 因为如果没有下海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原来京剧的社会传播效果竟是如此的不济如人意 于是当王沛于好不容易走出困境再次惊念四方后 他就开始跨界 而他这一次的任性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让京剧更好地传播更好地传承 在今天中午发的博文中 他更是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梦想 让京剧重回他的鼎盛位置 如今于老板已经40岁了 虽然因为常年游走在舞台 他显得比同龄人年轻很多 但这个年纪对于女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阶段 而他也因为将身心奉献给戏曲 导致在个人感情上走得并不如事业那么顺利 然而这虽然让他的父母觉得有些难受 但看到女儿眼中谈及梦想时的璀璨 时间久了他们也想开更是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 而如今至于王沛于到底有没有再次找到那个对的人 虽然外界没有实锤 但还是送予他祝福 毕竟这样的与老板值得最好的 不是麻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